随着人口老龄化 民房部队预计将会接到更多紧急医药服务电话 从这个月31号起 如果医疗求助电话被评估为较轻微的情况 患者等待救护车抵达的时间可长达20分钟 来跟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内政部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 在民房部队工作计划研讨会上指出 紧急医药服务电话的数量过去5年增加三成 从2019年的不到20万通 增加到去年的24万6千多通 接下来预计还会继续增加 当局在2017年推出 根据紧急程度提供援助的框架 接下来将进一步分类求助电话和援助需求 目前民房部队每天接到约 12起情况比较轻微的紧急个案 例如轻微烧伤和滴血糖等 这类个案从出动救护车到地点以及送院 平均需要75分钟的时间 民房部队表示 大部分紧急案件的救护车在11分钟内抵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